浪人崛起这款游戏 推荐吗 值得买吗 这种问题啊 没法证明还大 我只能说 这游戏比较适合我 那怎么证明适合我 第一 我玩这游戏的时候 手柄电量经常用过 这种事在我这可不常见 另外 我这俩手疼 两个大鱼一记 第二天还疼 那就是累的 那这游戏 为什么如此之好玩呢 我感觉主要是 打斗的时候很爽 我以前在只狼里边 受到的憋屈和委屈 在这里我都给他还回去了 这游戏一共有三张地图 当我开第一张图的时候 这个打斗啊 不得要领 乱打一通 觉得没这么好玩 现在第二张图 已经清得差不多了 明白打斗要领了 打得好了 玩得更过瘾了 那这个视频 我就分享两个 秘技技巧关于打斗的 先说第一个爽点 那就是盘法 在这里叫石火 这游戏里的敌人 不管是boss 精英怪还是小兵 他们都有可能会发动必杀技 在发动必杀技的时候 他们身上会冒红光 从必杀技的前摇到砍你那一下 这个过程啊 时间有长有短 这个时候如果按准了 按一下那个三角键 你就能给他弹反回去 如果弹准了 咱们玩家就会爽 游戏也容易胜利 但是如果弹不准 把握不好时机 咱们就会费血 也就玩得不爽 那这里边是有一个时机的 我之前开了第一张图纯粹是瞎玩 有的时候能挡回去 有的时候挡不回去 但是我开第二张图的时候才知道 原来有一颗小亮点 这个小亮点存在时间特别短 有的时候都不到一秒 所以说得把握准了 不管是什么动作 只要看见这个点 你就按三角键 几乎百分之百都可以弹回去 这个爽的最核心的那个点 就是其中那个不到一秒的小亮点 这就是游戏的精髓精华所带 对于敌人的普通攻击 具体看前摇就行了 就是他们在砍之前 会向后蓄力 不管是左还是右 在砍你的那一刻 你按一下三角键 基本上都能够给它弹回去 这个游戏在这个弹反的 或者使火的判定上 还是比较宽松的 好 下面再说第二个秘技 第二个爽点 那就是流派的对抗 这款游戏里面有很多武器 我这么多武器几乎都是免费得到的 有什么刀 钛刀 双刀 长枪等等 每种武器它都可以挂三种流派 分别对应的是左 下 右 比如我当前这个主武器是一把刀 这个左我给它挂上了天 下我给挂的是地 右我给挂的是人 也就是天地人 好像还有一个人 这个天里面又有不同的流派 地也有不同的流派 就算是相同的流派 也有不同的等级 等级越高越好 近距离的武器可以有两把 一把主武器 一把副武器 我现在主武器用的是刀 副武器我可以用长枪或者太刀 主武器和副武器都可以挂三种流派 那具体怎么用呢 这就是这游戏好玩的地方了 我们在打斗的时候 这个敌人不管是大怪小怪还是小兵 他们也有自己的流派 当你锁定了一个敌人之后 敌人的头上就会有三种标记 一个是蓝色向上的箭头 也就是表示你当前用的流派是刻他的 如果显示的是红色向下的箭头 那就是他当前的流派会刻你 如果是白色的那就是谁也不刻谁 所以我们在打的时候 一定要先调整流派 变成蓝色向上的箭头 这样会比较好打比较容易 最后再说说基础操作 第一打斗的时候不要一直撑刀 因为我们这个说的有血之外 还有一个蓝色的精力条 或者叫架势条吧 我们在砍敌人的时候 这个精力条是会减少的 在格打的时候用不是食火 就是在纯防御的时候 这个架势条也会增长 而且增长得很快 如果精力条没了 那就只能是海岔的份了 如果你对抗的是小兵 可以一直砍他 把他的精力条砍没 如果遇到boss 最好是砍两刀 然后往后退一下 这样比较稳妥 第二说说甩血 这个甩血的动作很帅 就是这个刀上有很多血 怎么给他甩掉 另外甩血还能增加一点精力条 我开始以为什么时候都可以甩 后来也不是 只有在出招的时候 完成一系列动作之后 按一下R1键 他自动会甩血 下面说说常用的键位 普通攻击就是方块 可以按几个方块 他会连续的出招 三角键是弹反 也就是石火 那个L1是防御 这个我很少用 L2是开枪或者瞄准 具体看你用的是手枪还是长枪 那个R2是射击 是射箭或者是长枪的射击 下面重点来了 怎么切换流派 也是按住R1键 然后推右摇杆的左下或者是右 分别对应的是天地人 然后再说说怎么切换武器 可以带四把武器 两个近距离攻击的还有两个长距离攻击的 同样是按住R1键 然后按左手方向键的上键 按一下上他会切换主武器 再按一下上他会切换成副武器 同样按住R1键 按方向键的下键是切换两个长远距离远程攻击的武器 我一般会带一个长枪 然后再带一把弓箭 当你在瞄准的时候 按方块键是可以切换是普通弓箭 还是带毒药的 有附魔法类的效果的弓箭 听起来挺复杂 打起来刚开始也有点复杂 但是打着打着就爽了 另外还有关于技能点 开图小任务这些我都不说了 以后有机会再讲了 好以上就是本次视频上的内容 我们下次见